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濾杯是 冰桶濾杯 那首先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篇影片是有跟廠商拗到三個獎品 所以如果各位只要看完影片以後 在底下幫我留言 你喜歡哪一個版本的冰桶濾杯 譬如說你喜歡水晶版本的01 或是說你喜歡00版本的樹脂 或是喜歡限量黑色的版本 都沒有關係 或者是說你對冰桶有什麼樣的感受 或是你有什麼問題 你只要有留言 我們就會有機會抽獎 我們這次會提供三個版本的冰桶濾杯 各一個 那如果各位有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囉 OK 那我們開始進入正文 那冰桶濾杯呢 它是中國大陸的廠商叫泰摩 來研發製造的 那它確實也是目前中國大陸 比較有獨立研發能力的廠商 然後這次的濾杯設計的聲音也是相當的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首先我們先來講一下結論 學長其實對冰桶濾杯的感受還是蠻正面的 那主要可以簡單跟大家講說 它是一個不容易凸顯酸質 但它對於整體的均勻度非常好 非常適合新手使用的一個很容易上手的濾杯 為什麼學長會下這樣定義呢 那我們可以從幾個部分來做切入 首先第一個部分我們要先了解 也是網路上大家比較喜歡探討的部分 為什麼冰桶濾杯呢 它濾紙的服貼度是非常高的 那我們首先要先了解一下 而濾杯原則上有分兩大種肋骨的結構 第一種就是像這種傳統V60 HARIO V60的這種肋骨結構 這種肋骨是 它是在光滑的濾杯壁上面突出來的一種肋骨 所以當我濾紙放上去的情況之下 我的濾紙原則上它會碰到的是肋骨 而不是碰到濾杯壁 這是第一種 一般就簡單說是陽科的這種結構 OK 那冰桶它不是這種結構 冰桶它是濾杯壁上面 基本上它的肋骨是往下挖 所以它不是凸出來的 它是內凹的 這種就是陰科的結構 所以當我的濾紙服貼上去的時候 基本上會服貼到濾紙上面的位置是 濾杯壁 而不是肋骨 這就是這兩種濾杯它的最大差異點 因為一般的濾紙設計 都是跟著我的濾杯壁的角度做設計 所以在這種陽科的設計上面 你當濾紙放上去的時候 因為它碰到的地方並不是你的濾杯壁 而是凸起來肋骨 所以你會感覺就是 好像它的角度上面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能夠完全服貼上去 就是因為它結構設計的問題 那像這種陰科的放上去的時候 外面這一圈的濾杯壁 就會剛剛好服貼上濾紙的角度 所以你的肋骨本身不會影響到你濾紙的角度 所以你會感覺起來它特別的服貼 那這也是冰銅的一個設計上面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其實中間沒有涉及到說 是因為塑膠它的塑膠色出的做工比較品質一致 所以它會特別的服貼其實跟這沒有太大的關係 無論是塑膠色出或是水晶或是玻璃 它們因為結構的關係 所以它們都可以很服貼 所以大家不要把問題搞錯了 它冰銅基本上都很服貼 但是服貼只是你在使用上面的感受 並不代表說服貼就代表說它的風味 或它的流速一定特別的快 為什麼呢?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像HARIO V60這個濾杯它是陽科的 但是當我濾紙放上去的時候 只要我的肋骨夠凸 基本上我的濾紙還是不會貼到我的濾杯壁上面 只要中間有了足夠的空隙 我的空隙就可以對流 可以對流的情況之下流速就會順暢 所以呢像這樣的設計本身 我們也沒有人會說HARIO V60的流速很慢 因為它確實這樣的結構本身 足以支持它的流速了 所以呢我們除了服貼之外 我們還是要回歸到肋骨本身 來研究一下這個肋骨是否有它厲害之處 那基本上冰銅綠杯它的肋骨分為兩節 第一節就是下半中間以下的 這個是比較深而且比較寬的肋骨 有12段 那上面是比較窄而比較淺的肋骨 有24段 所以我們可以發覺說下面這一段肋骨 因為它的比較深而且比較寬 所以它的流速整個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上面因為比較淺 然後比較窄 所以流速會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差別沒有非常的大 只是略為往後推移而已 我們可以發覺說這樣的肋骨設計本身 為什麼會學長會跟大家講說它充足其他咖啡 是很容易很均勻 而且前後段都很舒服的 為什麼因為呢 當我的下半段的肋骨流速比較快 它比較容易做出比較前段的香味跟酸質的部分 那後半段肋骨呢 它就流速慢一點點 比較容易做出甜質 還有口感的部分 就唇厚度的部分 所以呢 這兩段肋骨設計呢 就可以讓你很輕鬆的 就可以萃取到兩段都有 那兩段都有的咖啡 當然喝起來會比較平衡一點點 不會偏頗 不會太過偏重 不會只有酸 或是只有口感 這樣你喝起來自然就很舒服 那這也是冰桶肋骨設計的秘密之一 就是它可以利用兩段肋骨去調和你的咖啡風味 OK 那 了解這個邏輯之後呢 我們就要回歸到 那冰桶它有好幾個尺寸 那我們要怎麼挑選 其實呢 這個00的尺寸 它是冰桶很特殊的一個尺寸 它就是一個特別小的 一般來說我們這種 我們稱之為01濾杯 如果以日本系統的話 01濾杯是一到二人用的 那這種00濾杯可能是一個人用的 但是學長的理解是不太一樣的 學長的理解是我認為說 我們為了要讓你的第一段肋骨跟第二段肋骨 都可以使用到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00濾杯呢 你用20克左右的咖啡粉 來使用的情況之下 你就很容易 會有一部分的水 是在第一段肋骨的情況之下做萃取 有一半的水 會在第二段肋骨的情況之下做萃取 那你這樣是不是很容易可以做出 足量的前段跟足量的後段 喝起來就會很均勻 OK 那這個是01濾杯 那01濾杯 那01濾杯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它的杯量比較大 它的肋骨呢 的中段的位置 也是比較高 所以呢 事實上來說 如果你01濾杯 你有20克的咖啡粉放下去的話 它會有很大的比例 你沒辦法跨過中間的條線到第二段肋骨 你會有很大的比例呢 你只能吹前半段的 所以你喝起來均勻度就會比較差 OK 所以事實上來說 並不是說00濾杯特別好用 我覺得觀念上面應該是 00濾杯我們把它放大約20克的咖啡粉 它就可以充分的表現肋骨的特色 但01濾杯呢 你就用30克左右的咖啡粉 它的30克咖啡粉呢 就可以讓第一段熱骨跟第二段熱骨呢 都充分的使用到 你就可以表現01濾杯它的特色了 其實材質上面呢 我個人覺得它們的伏列程度都是一樣的 那00濾杯 如果你是平常充20克左右的咖啡粉的話 我建議你買01濾杯 好如果你是用充30克 或是25克以上的 比較中高粉量的 我建議你買01濾杯 這樣子充起來的話 風味上面 可以完全的發揮 因為肋骨本身的特色 那最後最後呢 我們再跟 需要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種 這幾個材質之間呢 它中間還是有一點點差異的 差一點 並不是在它的肋骨設計 或是說它的伏列程度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都不是 我個人覺得它最大的差異在於是 它的孔洞大小 OK 當你買01濾杯的時候 可以發覺說 01的塑膠 跟01的水晶濾杯 再這樣子對照相去看一下的時候 會發覺說 其實水晶濾杯它的 下面的落水口呢 是明顯比較小的 那比較小的落水口呢 其實比較蠻符合現在 新型態追星濾杯的設計 就是比較小的落水口呢 可以讓我的水呢 集中在一個位置下面被抽出 所以呢它的萃取率整體 會拉得比較高 OK齁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高手呢 我其實比較建議 你可以玩玩看水晶的 因為水晶它的難度會高一點點 因為口比較小 難度一定會比較高 但是它 當你的技術夠好的時候呢 它的風味上面的飽滿度 萃取率也會比其他兩個版本 玻璃跟塑膠的風味 再更飽滿一點點 這也是水晶這個濾杯 比較值得大家去探究的一個 最後的一點差異性 但相對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出選者 或者是你其實對於風味啊 的了解程度 覺得還可以再進步的 你可以考慮一下 多用塑膠的 因為塑膠它有很大的好處 就是它便宜 而且呢 它的孔洞比較大 所以事實上來說 它的技術層面也會比較低 就可以很輕鬆做出 也不錯的咖啡 那最後呢 學長會為大家示範 其中這個是水晶跟 零零的 素質的 這兩個的沖法 這兩個沖法 基本上我都會有同樣一個沖法 這沖法呢 是非常適合初學者使用 那為什麼要示範兩次呢 因為 零零濾杯我剛剛跟大家講 零零濾杯比較適合用 比較小的分量 所以我會用20克 來做示範 那 那零零濾杯比較適合比較大的分量 所以我會用30克來做示範 那這個中間呢 它的給水比例呢 基本上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當然 他們兩個喝起來的結構是一樣的 只是說因為 它粉多嘛 水量也多 那這個粉少 水量也少 所以給水的一節一節 會依比例而所調整 所以就示範兩次 好 那我們就隨便進入沖煮環節 那學長先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那個素質零濾杯它的濾子的尺寸是比較小的 像這個是買濾杯的時候它附贈的濾子 那我可以看它是一個正方形 其實蠻奇怪的 然後你把它打開的時候呢 你放進去的時候變成 這個形狀 好像是鑽石形的 其實看起來蠻好看的啦 那如果你要這樣子沖煮進來的話 其實也還不錯 但是呢 學長還是建議大家用自己的濾子 因為 冰銅它附的濾子流速稍微偏慢一點點 所以呢我都是用這種01濾子 然後自己用剪刀稍微一刀把它剪小 可以看到齁 它的尺寸上面是有小一點點的齁 然後呢 一樣正常的把它 放到我的冰銅裡面 然後呢 就很舒服 也不會有多出來的那一塊濾子的部分 不會影響到你沖煮 這樣子沖煮起來 是可以完全發揮這個冰銅的效果的 OK 冰銅銅我們先用20克的咖啡粉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磨豆機呢 就是跟冰銅是同一個公司出廠的齁 就是粒子C 那我們使用的研磨度呢 大約是20左右 會比一般的手沖呢 稍微略稀一點點齁 如果是小富士或小飛馬 大概是4到4.5左右 稍微稀一點點 完成研磨 那今天的數據上面呢 其實蠻簡單的齁 那給水技巧呢也是比較 簡單的齁 比較適合出學的 好吧 粉拍瓶 可以看到齁 其實從側面也看得很出來齁 我的粉其實超過了第一段跟第二段熱骨 就可以發揮兩段熱骨的特性 那我們待會呢 會要先做悶蒸 那悶蒸完以後呢 會分為兩段齁 OK 我們先做正常悶蒸 然後一樣4CC的水 好 中間停留3秒 1 2 3 繞 兩 圈 回中間 好 38.6 那待會悶蒸時間也是30秒 那30秒結束以後呢 我們要從中間給水 大概是一個10塊1B大小齁 就是比較正中間的位置 然後一直給到120 然後呢 不斷水 直接往外繞圈 然後一直給到300 所以中間大家要注意看一下 120的時候呢 我就會 往外繞圈 關鍵點就在這個轉換的部分 這樣子呢 就可以同時做到兩段熱骨的風味 OK 好 準備囉 中間 OK 大概10塊錢1B大小的範圍 然後呢 水呢 大概中水 中小水 好 給到120 120 順順給就好了 很正常了 不用太有壓力 這個濾杯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120的時候 順順的往外繞 然後呢 就會發覺說我的濾杯呢 開始 很顯著的在淹水 OK 就在外圍的範圍繞就可以了 好 也不用緊張說它會不會淹水 不用緊張 基本上呢 它的流速很舒服 所以你就持續的在這個外圍的部分呢 給水就好了 然後讓它呈現一個淹水狀況 這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可以看到喔 所以我一直給水 但是它就是不會淹水 就是不會溢出來 OK 360c 收 OK 這樣子的做法上面 120 然後後面是配 180的水 這樣子的 整體流速 連悶針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有多少 好 1分 53 3 55左右 1分55秒左右 就把20克311沖完 可以看到它的流速非常的順暢 而且這樣的做法 可以讓兩段肋骨的都充分發揮效果 就可以讓我們的冰銅濾杯 呈現一個很好喝的狀態 OK 好 這是00的做法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01 這個水晶01的 所以我們這次使用的粉 是30克的粉 然後栗子呢 我是用的是山羊的栗子 好 30克的粉 跟剛才是一樣的 研磨度 粗細度 還有水分比的都是一樣的 那 沖煮的觀念上面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只要大杯量 所以我們再示範一次 好 水溫90度 那我們剛開始一樣先做悶蒸 那我們一樣悶 分量的兩倍就是60時期左右 好 一樣中間 停留 1 2 3 繞 兩 圈 回中間 62.1 OK 好 那悶蒸時間要30秒 那我們待會兒做法跟剛才是一樣的 我們先 沖中間大概10塊錢大小的範圍 一路沖到140 然後加起來就是200 OK 所以原本悶蒸60 然後加140到200 然後再往外圈走 然後外圈呢 我們一路給到450 然後就一樣是分碎比是1比15 OK 好 準備開始了 從140到200 好 走 中間10塊錢硬幣大小的範圍 好 才過這麼大的範圍齁 可以聽到水聲 很劇烈 它的流速其實是很快的齁 很順暢的 一直給到 順順給就好了齁 這個濾杯很簡單齁 順順給 給到200 好 然後200的時候呢 就往外繞圈 然後我們跟剛剛的狀況會一樣齁 我們就維持在外圈就好了 不用回正中間 然後讓濾杯呈現出一個醃水狀態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讓兩段肋骨呢 都可以發揮出它的作用 可以做到前後段都很均勻的這樣的效果 所以繞圈也不用太急啦齁 就順順繞就好了 順順繞 然後你要繞外面一點或是裡面一點 其實影響不會很大齁 所以你就可以隨心所欲 所以這也是很適合新手的一個部分 OK 450收 對於新手來說呢 他可能就不用太過於去煩惱說 我繞多一點點裡面還是外面 會不會對我的風味影響很大 其實實際上 這個沖法 搭配這個濾杯來說 對於新手來說 這個是非常的友善的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整體沖煮時間齁 大約是 2分3秒左右 2分3秒 2分5秒 剛剛我們用00的時候呢 20克的粉 是1分55秒左右 那用01的情況之下呢 是2分5秒 其實多10克粉 秒數才多10秒左右 代表說無論是00還是01 它的流速的順暢度 還有它的排氣 都是非常的順暢的齁 好 我稍微攪拌一下齁 讓我的水晶降溫一點點 好 我們來試喝一下 首先是這個 00的冰桶 塑膠的冰桶 然後今天是椰加齁 甜度 適當的口感 微微的酸質 就算是椰加 酸質也不特別的強 那香氣還是蠻不錯的齁 就是椰加 它本身 在萃取均勻的情況下 香氣還是很正常的齁 那酸質 就是有酸質 但是不會特別的強勁 所以非常非常適合初學者喝 就是香酸甜巴黎都有 OK 這個是00的冰桶 真的很適合初學者齁 非常的safe的味道 然後我們來喝喝看這個01的水晶 嗯 水晶真的喝起來 東西就是再多一點點 然後前半段的果酸呢 也再多一些些 香氣再多一些些 整體的調性來說 我只能說兩個濾杯的調性 都還是買比較接近的 就是以均勻為主 很適合初學者 可以表現豆子的特質 但是呢 水晶就是比 塑膠呢 我覺得再多一點點味道了齁 那這也是它的中間的微小差異 但是呢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喝得出來的話 你還是可以考慮水晶啦 因為畢竟它還是多一點東西 那如果 其實你覺得是初學者 塑膠的冰桶00或01 都是非常非常好入手的 而且是非常容易充足的 OK 那我們今天冰桶的介紹 就到這邊為止了齁 那如果大家對冰桶有其他想法 或是有任何的 你自己使用的經驗 非常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最後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抽冰桶濾杯的話呢 可以留言 你想 你喜歡哪一個版本的 比如說你喜歡水晶版本的 或是你喜歡塑膠版本的 或是你喜歡00的塑膠 都可以 或者說你有任何的 你想要分享你的 對冰桶的使用感受 或者是你有任何問題 你只要有留言 我們就有抽獎的機會 我們會提供三個不同版本的冰桶 讓我們給大家做抽獎喔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